在不同剧组的首次集体亮相 让我们有请总导演林楠 领衔主演张艺兴 王子玄 主演王月薰和孟阿赛 季动吧 你看没走算漏着了吧 这是我们大的项目 导演那咱们就尽快吧 我已经超时的步骤了 战偏了往中间来点 怎么了怎么了 战偏了 战偏了 偏难了 张匹弟C位 快点C位 张匹弟 张坐错了是吧 老白应该过来是不是 张匹弟应该坐在C位 快快 张匹弟 导站中间吧 导 让我有机会跟女演员站在一起 不过站中间也可以 站中间也可以 来来来 我已经严重超时了 你们要摆多久 要摆多久 要摆多 我站中间 小心小心 受不了 我站中间 严重超时了 场子为你们 也在这里谢谢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 谢谢 谢谢 为了不占大家的C位 我只能轮流地走来走去 正好呢也能活动活动 那我们下面呢 又请张碧弟 之前呢 我们这个 在这儿呢 之前说过新专辑里有很多中国风的元素 黄金头里面涉及的文物考古也有比较有中国特色的 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给音乐创作带来灵感 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姐你一句话 真的 这些太敬业了 平时在剧组拍戏 有一次我到车上去慰问她 然后她当时跟我说 然后跟我说了几句话以后 说 姐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这儿着急弄音乐呢 我说好 我说我下去 来 张碧弟说一下吧 是这样的 那个一般做音乐的时间都会 像几丁子一样 在剧组晚上我会去背台词 然后会跟导演交流一些剧本 关于剧本的一些东西 然后在白天的时候我就会好好地研究怎么演 然后演完了以后有一些空闲的时间的话呢 就会拿着做音乐 那我最近一直在说的一首《麻坡豆腐》 就是很有中国元素的一首歌叫《麻坡豆腐》 哇塞 听得多了 对 又很久没有去四川了你知道吗 对 然后就做了一首《麻坡豆腐》 也是在黄金桐剧组里制作完成的 对 哇塞 我们好期待《麻坡豆腐》 你们听见了吧 对吧 是吧 他们听过好多次 我说错了吗 没有没有 《麻坡豆腐》 我们也帮张皮梯打个广告 《麻坡豆腐》 那下面呢就是因为张皮梯太火了 然后呢粉丝踊跃 想问你很多问题 我们只能删一些问题 然后呢替粉丝问一个问题 在剧中呢张皮梯饰演的角色叫庄瑞 请问庄老板开挂了人生里 你最羡慕的点是什么 如果张皮梯也拥有黄金桐 最想用来做什么 应该是 应该是就有很多的就是 对很博学 对对 第一个是很博学 第二个是女人缘很好 对啊还真是的 有几个 好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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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不是这个戏的主旨 但是也很好 然后如果有黄金桐的话 最想 最想 最想干什么 最想看透人心 我觉得你有什么人可以学一下心理学 它看透人心 那你看一下金主爸爸的想法是什么 你觉得 他们应该会喜欢吧 对 踊跃砸我们 已经已经看透你们了 踊跃来砸我们 好 张金彤他的能力非常的强大 那因为能力越强大 他所带来的副作用也是肯定有的 对 那就可能会造成身体虚弱 对 没错 实际上生活中是身体 身强体壮身不由己 对 全是这样 就是一星在说他这个身体虚弱是因为 他在剧中表现的这个角色 到后期因为他是剧透了吧 剧透吧 剧透啊 使用了黄金彤以后他身体会慢慢的虚弱 所以他拿角色来定义自己 但是我特别要证明我们一星身体好着呢 工作积极着呢 热情着呢 努力着呢 这个是贯穿整个故事史末的一个宝贝 叫做玉木 玉木 对对对 但是他这个 刚刚的 这就是命 这就是命 刚刚少了一个角 刚刚少了一个角 哇塞这不是老之前的吗 是摧坏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谁是摧坏了 是摧坏了吗 是的 不重要 这个他说不重要导演说 好吧 反正没经我手 不是我摧坏了 谁摧的谁单呗 来来 对 这就是个玉木 我的介绍完毕 这块玉木是用阿富汗玉雕的 它本来还有对称的一半 在故事当中就是因为这块玉碎 进入到庄瑞的眼睛 庄瑞获得了人生的一次涅槃转换 我刚才说 我说就是命 所以他在这儿他又碎了 可能预示着这一次金主爸爸们 投的会更多 大家都有一次双赢的机会 哇塞 这情商 标价了 薇薇 我们开始标价了 真的 一定要记下 好 那感谢剧组千金万古的 从银川 因为他们现在在拍摄地在银川 下周在银川拍摄一周 马上就回北京了 然后预计在今年播出 感谢剧组 感谢张碧帝 感到 好了吗 好了吗 好了 好的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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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等你们回北京 我来看你们 谢谢 谢谢 感谢各位 一直坐到现在 听着我这儿 超级不专业的主持人 je 谢谢